18号下午为期六天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落幕 三长商签订了30个项目价值大约118亿美元的各种合同协议以及合作意向 成交了202架各种型号的飞机 而这也是历届中国航展签约金额最多的一届 我周围的八一飞行表演队正在进行精彩的特技表演 那么这也是本届航展上面他们最后一次演出 中国空军的歼10 直10 直109 欧洲百年龄表演队的信天翁 航展的六天里来自各国的数十架飞机 为观众奉上了一场场的视觉盛宴 在展馆内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 民用航空航天产品也都是第一次联想 为期六天的航展期间实现了大批的签约 这些签约当中包括了飞机 直升机 也有来自航天以及房屋领域的各类产品 本届航展参展观众达到了33.8万 共有650多家中外航空航天厂商参展 展出的各种类型的飞机达到113架 数量均为历节之最 中国自主研制卫星 火箭 大飞机 更是连连签下了国际打单 本届航展的订单总价值达到了118亿美元 超过上届的93亿美元为历节最高 谢谢大家 顶明 字幕志愿者 李 metres 完成 。 感谢观看